- 運氣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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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運氣傻盤 - 運氣傻盤 我今天 - 佳岑穩盤 - lige - 還有跟我困難 - 和跟我緊張的情緒 那今天我們仍然要說 這五位 三位居民以及兩位 最會成人的落法抗爭 將只會是一個開始 假如住戶們同意旅刊 退府會也不會開啟 任何的協商機制 協商空間 倘若我們住戶不同意旅刊的話 法院表示 退府會會與強拆的當天 直接進行強制的旅刊 旅刊完之後再馬上進行強拆 這意味什麼 這樣子代表退府會 強硬的關閉協商大門 第二 就是他直接預告了 最快四月 最快四月份的強拆 可是我們提出這樣的質疑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 卻是被質疑說我們態度不佳 說他們已經用這樣的方式 來處理我們 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照著他們的方式去走 為什麼還要有那麼多問題 說他們 說我們如果再提出那麼多問題 他們也可以不用協商 那這樣子的方案 怎麼會叫做安置 他只是在幫政府延後他的破千時程而已 那退府會跟民進黨政府竟然還可以對外宣稱說 這已經是對大官社區住戶最好的方案了 都是我們沒有成立要接受我們拒絕的協商 我們要問好這樣子的方案既然都不算是安置方案 我們住戶都不能適用 根本就沒有能力去負擔 那為什麼民進黨政府跟退府會 竟然還要用這樣子的安置方案來搪塞我們 抗爭就是我們 就是弱勢者 僅存唯一的力量 射違法 集有法 妨礙公務等等 這些都是民進黨政府對抗承抗者 非常好又非常方便的武器 你選前口口聲聲說 你是最會傾聽人民的政府 你允論人民會安居樂業 那今天你造成的是什麼 你造成的是我們社區的居民 或是各地破千案的居民 他們的貧窮 他們的流離失所 我們在做官場工人抗爭的時候 這些官場工人 當時也是被國家來追債 而他們說的是什麼 他說如果你們有中低收入戶的身份的時候 你們可以來用中低收入戶的身份來要求 要求這個債務可以用什麼比例來償還 甚至用幾成來償還就好了 可是現實上我們都知道 中低收入戶的這個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而且如果我有中低收入戶的身份 我根本就不需要來這邊要求你政府決定的問題 大官的居民他們在做什麼工作 是臨時工的工作 是貪戶工的工作 是一個不穩定就業的工作 這些人正是最需要要機房保障的 可是蔡英文做的是什麼 是把讓這些最需要要機房保障的工人 把他推到一個更深的地域裡面去 我們台灣都會說 我們要的生活是安居樂業 可是對大官的居民來說呢 他沒有辦法 他連安居都沒有辦法 他們出來抗爭 他必須要請假 這些最需要要機房的工人 他沒有要機房的保障 他甚至連跟資工談判的能力都沒有 然後他持家面對的是什麼 他們連最低罪 一個最居住的地方 他都被破簽 農法府上面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去年他們對大官年紀做出什麼決議 他們第一個決議是要暫緩拆除 第二個是要來跟居民協商方案 暫緩拆除 如果有暫緩拆除嗎 我們剛剛他的居民他們已經收到了 今年4月最快確定就會拆除這樣的公文 而協商方案是什麼 剛剛主持人跟我們講很清楚了 是包租貸款的方案 這個方案在現在居民一開始找不到得利 並且也在基瓦的說明之下 我們知道他們其實在經濟土地上非常困難 他們已經沒有多餘的資本 再去面對包租貸款這樣子 其實根本就不算是一個 有保障到士徒居住權的方案 而現在居民他們 為了要反抗這樣的狀態 只是他們進行抗爭 他們去攔了前行政院長林全的車 他們去了精華社區的官邸抗議 他們也不斷的在行政院還有東東府陳情 想要找到官員出來接受他們的陳情 但每一次他們面臨的就是更多的集會遊刑法 社會制遊護法 還有刑法的強制罪 妨礙公務罪 這樣子對明更多的壓迫 全數定會忘記的發言 那接下來我們 四月份 四月份就有可能面臨到全數拆除作業 所以我們今天選擇在行政院前面 落法抗爭